日文教授是找郡投书 不为何书写中文 一个日语母语者 在台湾的困惑和烦恼 内容深深震撼我 因为WA秀秘书长指控台湾种族歧视后 台湾集体抓狂否认 现在日本级教授 拿个人经验指出台湾人种族歧视 非日本黄种人的部分 大开我的眼界 因为我曾批评一个白人说 台湾人非种族歧视者是谎言 理由就是他是白人 但是找郡明明受到台湾人礼遇 却能观察到 其他东南亚籍黄种人受到的歧视 真是我见过最勇敢揭发 台湾人未善真面目的日本人了 说实在 台湾充满种族歧视 是人尽皆知的常识 我过去在工厂就看过 主管是怎么对待来自泰国 越南 菲律宾移工的 对于外籍看护的各种歧视 我写的更是连篇累读 所以 我们就看看是找郡如何发现台湾人种族歧视的公开秘密 他的视角相当值得参考 一 语言交流的差别待遇 发现是找郡是日本人 立即送上日语 使其兵质如归 是找郡提到 许多民众发现 我似乎是日本人 立刻以日语问你是日本人吗 且亲切地问我是否需要帮忙 而当我以结结巴巴的中文说几句话 他们就以夸张的语气赞美 哦 你的国语讲得很好 好厉害 而后仍然继续一日语交谈 使得我不得已放弃 勉强说中文二沟通对象 不是日本人或欧美白人的下场不同 使找郡提到 我有时发现 若对象不是日本人或欧美白人 部分台湾人不一定那么亲切 热情 开放此外 由于是找郡具有所谓典型的日本脸 会被老板矮 他是日本人 我一看就知道 特别招待 连日语也用上 即使使找郡不一定听得懂服务员招待的日语 而疫情之后都要戴口罩 使找郡被发现是日本人的机会减少 甚至因为听不懂台语而被辱骂 使找郡说 几前我在市场买菜认识的老板娘不在 另一个男人负责结账 算价钱时 那个男人以台语向我说了什么 但发现我听不懂 就非常明显地摆出不高兴的表情 已能让人听见的声量 说出几句话 显然是在骂我 使找郡 他的想法是 若那时 遭受那样对待的人不是我 而是真正来自东南亚的工人 新娘 留学生 他们会觉得多恐怖 难过呢 三 对日本人与对非日本人语言能力要求的差别待遇 是找郡以个人经验为证 他说 我确实也亲眼目睹过 部分台湾人对东南亚人的态度不佳 如餐厅老板抱怨 一名员工学习中文不够顺利 从前有一位印尼籍学生对我说 他的中文在台湾常被纠正 但就我而言 那位学生的中文程度显然比我好得多 为何他容易被批判 我的烂中文则被评价为怎么那么流畅 好厉害呢 为何那么多的台湾人 一直到对方是日本人就高高兴兴地用日语搭话 而对东南亚人就理所当然的要求 尽快学习国语 台语呢 四 台湾人有不同语言价值观 由于看到许多台湾人的反应 是找郡说 我确实怀疑不少台湾民众是否笼统拥有这种想法 对欧美日人用英语语说话 是理所当然的 对欧美日人 用英语语说话 是有礼貌的 对欧美日人 用英语语说话的我 很酷很高级很有价值 会说中文的欧美日人 值得赞美 对东南亚移工 用中文说话 是理所当然的 既然在这个国家 移工当然要尽快学习这个国家的语言 会说中文的移工 没什么值得特别称赞 我们简单看一下是找郡的说法 然后问一下台湾人的良心 为何日本人讲出别角中文被称赞 一共会说中文就没什么 是找郡因此说出了台湾人的心态 现实的台湾社会中 似乎有着这种不平等的语言观 最有价值的语言就是英语 其次是日语 因为英美日就是与台湾比起更高级的国家 但东南亚诸国则比台湾落后 那些国家的语言较不高级五 蔡英文以日语发言却唤起日本人对殖民的负面印象 是找郡最有种的 是勇敢的谈了蔡英文的日语制词 她说台湾总统特地以日语制词这种行为 很容易令人们想起殖民关系 不一定给予所有日本人好印象 由于对大日本帝国时代的反省仍然没有完全消失 现在日本依然有许多民众对殖民历史抱有负面印象 无法知道刻意还是无知 台湾官员忽略了日本社会中这个面向 我看了这段话 就想到赖清德最喜欢格颂大日本帝国时代的殖民关系 以后日本人看到赖清德三天两头 歌颂日本殖民多么美好 大概更会产生对台湾的负面态度了 6.拒绝用在台外国网红模式讨生活的真日本人 是找郡也不是不知道如何讨好台湾人 因为台湾人最爱那些满口台湾好 台湾是美丽宝岛的白人了 我不晓得是找郡是反复那些靠台湾网民流量生活的白人 与日本韩国网红还是什么意思 他说即使居住台湾许多年还很少使用中文台语 我们日籍人士确实也能快快乐乐的过日子 在台湾我们只要利用以日语为母语的优越地位 有时纠正台湾人说的日语有错误 有时以很烂的中文说台湾人很亲切 台湾的食物好好吃 台湾很民主自由 这类的话就能得到周围的台湾人按赞 且享受在台日人的特权哇 这段话真的太犀利了 市长郡在该文特别提到 外籍人士也有权利 以平等的条件直接参与台湾言论界 提出批判性言论 中文并非台湾人 中国人的独占物 而使用中文的言论界 需有一帮人的存在 即使读者们无法赞成一件内容 但以一厢人身份 提出另一种论述 是我对台湾社会的一种回礼 我觉得你的这份回礼 实在太惊人 因为固然有许多台湾人知道 台湾文化就是会种族歧视 但很多台湾人就是会公然说谎否认 包括蔡英文总统 七 结论 我提过有许多台湾人 在照顾外籍配偶的小孩时 有非常匪夷所思 但又不让人意外的作为 例如我看到客家电视台 活力新故乡节目 对一位越南配偶 变柔云 敬努康的访谈 里面谈到 他暂时把小孩临托给一位长辈 结果 这位台湾人把台越混血小孩子 关在狗笼里 无独有偶 华氏2004年也报道 有位社区主委 为了想和小男孩玩游戏 展现台湾人的亲和力 当街用狗套住一名八岁的 中越混血男童脖子脱形 另一个专门介绍白人 及日韩来客 如何爱台湾的不要闹工作室 反常的于2020年9月25日 台湾人的友善 仅限欧美人士 越南一宫不能说的告白 Double Standard Friendliness 有一段奇妙的发言 当主持人问越南一宫阿静 有没有人欺负他 阿静说 他不好意思讲出来 因为他不想伤害任何人 我必须说 当还在台湾讨生活的越南人 必须沉默时 真的只能靠是找郡 勇敢说出台湾真相了 最后 引用我三年前的一篇文 Taiwanese are racists A white people don't agree 住台12年 白人没感觉种族歧视 That's a ridiculous 这位白人说 他住台湾12年 没有发现台湾人种族歧视 答案 我再说一次 因为你是白人 你当然不会在台湾感觉种族歧视 Blackjack 2023年3月24日 2月25日